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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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警方提交公众集会通知 声称10月1日至3日集会 但在9月28日凌晨 他就联同戴耀廷、陈燕文宣布 占领中环正式启动 戴耀廷不断大叫饮性 而朱耀明不停向占宗者鞠躬响应 向支持者致謝 朱耀明表示要用违法的方式占领中环 结果引发一场瘫痪香港的乱局 随着时间的推进 违法占宗越来越失控 迟至12月 朱耀明等人终于叫人退场 朱耀明还哭着宣布自首 承认占宗已经偏离爱与和平 我们觉得 已经偏离了我们爱与和平 我们一定要作出我们的决定 虽然朱耀明罪命成立 但无需坐牢 违法占宗引爆的仇宗 反政府情绪更衍生出港独思潮 有人甚至不惜智慧前程争取港独 可恨祸首被过一劫 警获放山 香港法治何以彰显 面对不公义的情况 更需要大家挺身而出 补普选反占宗大联盟183万人 千万不要灰心 抵抗黄色歪风 请你占宗为毒 仍需要我们的努力